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紹的是兩個軟體 那么这两个软体呢都是免费的 所以老师您跟同学您都可以自由的把它带回家 没有问题 那当然呢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有提供一个Google文件 我们今天会用到的所有的软体的连结 或者是云端服务 你也都可以在里面找到 那我问一下 有没有同学有听过这两套软体 有吗 没有 对这是正常的 我已经念了 它的软体名称就这样 不简单吧 这个 就是Berjoo 各位 你们常常都追剧 对不对 追剧除了追日剧 还有会追什么剧 韩剧 没错 软体你比较少用韩国货 这个是韩国的软体 那它有很不错的创新 就是以字幕 语音为主的一个编辑的软体 所以我们这两个呢 你可以分开用 也可以怎么样 合起来用 那以我自己来讲 我现在是合起来用 那么刚好我最近的话 就是在录那个摩克斯的课程 所以我就用这两个软体 合起来做了简报第二页里面的 我们做了两个部分 一个就叫Hoa云端教室 跟OneNote的 因为我们在混合式课程里面 我们想要跟同学 老师跟同学之间有比较多互动 我就会考虑用这个来做 像我现在这个学习 我就是都用这个来做线上点名 那另外呢 这个可能大家应该多多少少听过了吧 Canva 对不对 今年在教育卷里面 算是很火红的一个 所以呢 我先打开给老师您看一下 在这边 那这个是还没有正式公开的 也就是说这是我录影的原始 原始之调 它会在前面跟后面再加上 就是这个摩克斯平台的片头 我跟片尾 骨干设计服务 首先呢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呢 老师您要发现 我们可以像这个萤幕 我就可以像这样那摆斜的 对不对 而且 我这个 没有用蓝绿幕哦 没有用蓝绿幕就可以去背了哦 嘿 效果就还蛮不错的哦 对对对 所以呢 其实您会发现说 这样的软体其实做起来 老师在不管您是做即时的 Live的 或者像我这样录影 都是很方便的 嘿那 这个是先给老师稍微参考一下 我是这样去使用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呃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嗯哼 这个 多么有意思的 哈哈哈哈 发音哦 那这个呢 是Evernote的创办人 在2020的时候 你看大家现在用 这个线上会的工具 有没有用很多了 但是你再怎么用 大概都千篇一遇吧 人就是乖乖的放在旁边 对不对 或者是就是一格一格的 很单纯嘛 可是用久了 就会觉得 哇好无聊啊 哈哈哈哈 所以呢 他就希望说 大家可以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些 就是包括的线上的工作也好 或线上简报 甚至录影的方式 可以比较有趣一点 那这个部分呢 老师跟学生都可以免费 有进阶的一年 那即使你超过了 其实也OK 还是可以继续使用 那目前呢 他有线上的版本 有Windows版 也有Mac版 那事实上他本身是有两种 就是应用 一个是Web版的 那一个软体版的 他有分 就是可以做更多的功能 就是包括我们在录影 所以我们今天会用 就是那个Windows的版本 这样子 那么各位呢 您可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讲的 在我们简报的第一页这里 简报的第一页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 连结 您把它打开之后呢 您可以从这个地方 来做下载 他目前的话 官方网站 没有问题 那么他本身 这个线上版 也有中文 那Windows的版本 就比较尴尬一点点 因为刚好 他新版本的Windows的那个版本 其实就等于是线上版 可是他早期 就是在找一个版本 其实是跟Mac一样 就是有独立的 那这个其实比较好用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你可以先用就是旧版本 您从这里直接 从官方网站下载 也可以 这样OK吗 所以呢 等一下就麻烦老师 如果您刚刚随身点 没有Code的 您就从这里下载 也可以 那Vidoo这边呢 也是一样 它有线上体验版 那也有就是Windows的版本 跟Mac的版本 所以 有没有老师跟同学 您本身是